大家好 好久不更新了 最近又是比较忙 另外一个在协下之余 就是说收了两把比自己比较喜欢的刀 一个是北山物质的窄 刚出的一把新泽刀 另外一把是肥龙社的建物 也是最近刚收的 然后就集中讲一下这两把刀 然后拿一把三任务的酒系做个对比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把北山老哥的这把一切 这是一个刀包 然后挺挺不错的质量比较硬 就是到窄的等重了 先放一下 然后我们先来对比一下重量 我们先看一下三任务的酒系 G10的饼加钢秤 然后看一下多重 127克 再看一下斩 112克 飞龙社 剑木 70克 那说白了 其实这两把刀是相对来说 窄的尺寸要比三任务要小一些 但是它们的材质大底相同 刚秤 然后外面是一个负荷材料的笔 一个是G10又是钢纤维嘛 然后重量小了十几克 稍微更加轻便一点点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肥龙社的剑木 一共出了五个系列 金木水火土 我这一把是火 好像是太和金的刀饼 然后刀饼做了两层 是带镂空的 然后有一点机甲风 未来风 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背夹 背夹是坐在一个背部上面的 集成在背部上面 就两边侧面就是说是对称的 对称性非常好 然后它只有70克 夏天天气热的时候 是非常适合EDC每日鞋带的那种 润材用的是一个 S35兵的润材 然后其中是把硬度也标在了刀饼上面 然后刀刃上面 反面是什么也没有 然后刀刃也做了一个扭空 比较有特色 这就整体一个外观 比较轻便 我说一下它的一个两个缺点 我个人认为 之前收肥龙社的刀也比较少 我觉得就是说太和金的这个做工 尽管就是说整体这种质感 还要 其实还是还可以提升的空间的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快开快开挤 太靠前了 首先是一个比较小 然后你手指重复的去开合的话 会比较疼 这一块地方因为可以看出来 没有一个就是流线型或者趋向于往后的这样一个是往前倾的 然后当你食指开的时候你在这个脚上面时间长的是稍微一点点疼的 另外一个它这个位置非常靠前 但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会有足够的一个蓄力在认开之前 一旦就是说达到了一个零界点的话 它的开认的那个速度包括它那个强度是非常大的 顿型我也非常喜欢 水低头 大屏幕 然后刀刃它做了一个上面做了一个 XB磨砂砰砂的那种处理 非常科幻非常激奖 然后刀柄上的一个镂空跟刀柄上的镂空也是相互印 整体还是非常好看的一本 也是近期刚收的 几乎是全新 出的老哥说是买回家没放在那边买了一套 盒子都没拆封过 我就顺手收了过来 编号是030 但是它这个说实话 它这个背夹实用性是我觉得认为是稍欠缺的 因为侧面的话 其实往裤兜里放的话是其实更方便的 但它这个要放在裤兜里的话 就只能放在裤兜的裤兜袋子里面的最边缘的地方 开刀还是非常迅猛的 因为它这个快开前期非常靠前 蓄力非常弱 蓄力非常弱 整体就是这样一小巧的一个小折刀 那我们来看一下北山物质的最近的一块新的折刀展 首先看它的外观 它是一个太纤维的一个饼做了一个弧度的 握在手上的握改是非常圆论 也是非常饱满很舒服的 尺寸好像是19公分 也是比较适合EDC的一个尺寸 如果能把那个重量控制在一百出头一百零几克或者九十几克 那就完美了 但是这个太纤维平时很少接着这种纹路的 非常细腻非常细腻 然后现在我还 我们也听说那个像很多做着大的用那个太纤维跟G10那种材料做复合 一个是降低成本 还有就是说它的强度什么美观性可以做更多的一种纹路什么的 这个看起来不知道是不是跟其他材料不仅仅是太纤维跟素质的 压合成的一个太纤维 然后主轴螺丝是这种三孔的 都是黑色的 那我觉得美观是非常好看的 这个螺丝 定制螺丝 但是它这个螺丝一旦你去就是动手能力比较强 或者是平时爱拆解维护的玩家的话 那这个一旦拆的话就很容易在那个黑色螺丝的边缘产生白色的颜色 就比较难看了 刀论的集中性还不错 但是我一开始拿到手的时候我吸开了 我把这个刀打开吧 这种钳制快开也比较有特色 以前没有接触过 以前北山老阁出的是这边有一个快开起点 其实就是还有一个快开扭的 这个快这个快开的话需要适应一下 也可以像这个刀也可以很绅士的将它打开 就是分两段先把它打开 然后再推开 还有一个就是要快开的话就需要用点力 这个到手是需要适应一下 然后学习了解一下的 用食指的话就比较费劲了 我觉得是比较费劲了 打不开 这个需要适应一段时间 比较费劲 还是用大拇指这样 会稍微好一点 比较好使用 好用力 然后锁定的话吃进去大约三分之一 钢层都做了倒角 然后有一个肚胎的一个效果 钢层 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 另外看一下能不能重力落刀 几乎就是重力落刀 非常轻松 非常轻松 然后钢层是做的内减重的 应该能开出来 然后刀刃用的是一个第二的钢材 还有一款是高配的 是日立的一款 35层的一个 35层的一个 类似于日式三明盒那种做法的那种一个钢材 然后正面是一个北山的标志 反面是窄 非常霸气的一个窄字 然后整把刀的风格非常偏日式 非常简约 然后也很具有攻击性 这个刃子 分了两段研磨 首先 都是平膜 然后做了个假刃 但是我到手的时候就是看到有一点就是 刃的那个 对称性 稍微差一点点 包括在后面 这块地方 对称性稍微差一点点 是稍微有一点点偏膜的 润鞋是我非常喜欢的 横向细开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细腻的一个拉丝的纹领的一个质感 很像是一个拉丝的一种质感 然后 纵向是断面 润鞋也开得非常细整 非常日式非常节约 因为没有快开齐 没有Flipper那个快开齐 然后 这边就少了一个用 原先用快开齐做的一个 护手的一个地方 那就类似于 三分目也没有 就是这个 这边快开齐会起到一个护手的一个效果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 斩的它是没有指导柱 它有指导柱 它是指导柱是类似于 是用那个 里面这边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它在钢层里面是做了一个轨道槽 然后当刀刃开到开合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正好就是它那个刀刃上面有两边突出来的正好卡在那个 钢层里面的一个轨道槽的末端 达到一个指导柱的一个效果 常规的是这样子的指导柱 然后到这的时候就正好卡到指导柱上面 这块是没有指导柱 其实有指导柱是内置的那种隐形指导柱 整把刀具会写的更加节约 指导柱也没有 刀的收纳比也是非常高了 你想用像那种口袋刀一样 直接把它拉开来也是非常非常困难 你只能通过这一个推刀 推刀戟我称它为推刀戟 可以很绅士的开啊 就这样子分两段 然后再开合快一点 用这个指头 我开始比较费劲了 我还得练习一下 重力罗刀 反正手感非常好 因为四张多的价位 非常有性价比 很推介入手 很推介入手 好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